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十八之后长得是落落大方美丽动人 为了不让女儿过苦日子 张善人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 为女儿盖了一座新房子 这样女儿就可以带着房子去嫁人 在婆家也能得到些许尊重 房子盖好后没过几天 就有一个媒婆上门说亲 媒婆说的这家特别有钱 家里有三进三出的大院子 女儿嫁过去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张善人觉得那家的公子人不错 也就直接答应了 可是女儿不是那种贤贫爱富的人 她想要拒绝 说道 爹 你把房子都给我盖好了 咱要嫁人 不一定要嫁给一个有大房子的人家呀 张善人笑道 傻姑娘 爹还不是想让你一时无忧吗 女儿听话 最终还是依了张善人的决定 婚礼前一日天寒地冻 张善人进城买了一些嫁妆回来 路过一座小桥时 差点被摔倒 借着微弱的月光 她仔细一看 发现地里有一条蛇 冻得瑟瑟发抖 随即张善人凑近一看 蛇的怀抱里卷了好几个蛋 按理说这种天气 蛇应该冬眠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蛇跑了出来 张善人心态善良 虽然她读过农夫与蛇的故事 但是毅然决然地 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把蛇包裹起来 开把蛇寄存在哪里呢 张善人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新房 反正新房现在没人居住 就把蛇安顿在哪里吧 至少四面有墙 可以遮风挡雨 在新房 张善人点起了火炉 把整个屋子都烘热起来 接着张善人把门窗紧闭 给屋里放了些水和粮食就离开了 张善人继续忙女儿的婚事 而蛇在温度上来之时 看了眼救命恩人 之后便失去了知觉 好在怀里的蛋都因为温度的原因 开始有些悸动 紧接着里面有条小蛇破壳而出 母蛇虽然死去 但小蛇的诞生也算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第二天婚礼照常进行 张善人想去参加 却被媒婆阻止了 张善人疑惑道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媒婆说道 那时候有钱人 你们家是高攀 不让你出席 你就别出席 一切由我帮忙照应着 您就放心吧 张善人只好作罢 躺在家里睡大觉 心里却慌乱不已 不行不能睡 心太乱了 张善人决定去村口的庙里 寻求心灵的寄托 于是他走到了庙前 正准备祭拜一下神灵 却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头部碰到了门槛 直接晕厥过去 这一下就让张善人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出现一条青蛇 正是自己救过的那条 张善人说道 小蛇啊 你竟然还活着 哎呀 我忙得也没有去心房看你 不过我的火炉应该还有温度 小蛇竟然开口说话 着实吓了张善人一跳 小蛇说道 恩人 快去婆家救你女儿 张善人疑惑道 什么 救我女儿 我女儿正在结婚 瞎开什么玩笑 小蛇还要说话 突然张善人眼前一白 梦醒时分 张善人跪在神灵前有些犹豫不决 刚才小蛇说的话还历历在目 自己的女儿正在结婚 应该是幸福美满的时刻 怎么会扯上救命 张善人越想越不对劲 倒不如赶紧去婆家看一眼 如果一切顺利 那皆大欢喜 万一有问题 也能救自己的女儿一命 等到了婆家 张善人先是一愣 亲家人的模样 也是张善人第一次看见 媒婆上次带来的准女婿 相貌堂堂 意表人才 可知自结婚成亲的时候 结婚的准女婿 却是另一个人 肥头大脑 大腹偏偏 张善人以为自己走错了婚礼现场 冲上去扯掉女儿的头杀 确认是女儿无疑 张善人大喊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婆家的家丁和打手都冲了过来 准备教训张善人一顿 张善人年迈体弱 根本来不及躲避 正当张善人被群殴的时候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顿时狂杀 紧接着来了一大群蛇 逐一攻击婆家众人 张善人趁乱带着女儿逃走 经历过此事 张善人明白三个道理 一是 常行善事总有好报 二是 婚姻不是儿戏 三是 梦有的时候真的能够遇事吉凶 一 梦里的蛇遇事着什么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生物 现在都市中已经鲜少有蛇的存在 有些人在梦中会梦见蛇 假如梦见了蛇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首先梦中的蛇有象征性 在女性的梦中 蛇象征男性生殖器 从形状上看 二者也的确相像 毒蛇则象征了性伤害 梦中对待蛇的态度 如说喜爱厌恶和恐惧等 往往也说明了梦者对性的态度 常见的梦境包括被蛇追赶 被蛇缠身和被蛇咬 逃跑和追赶象征着梦者对性的恐惧心理 被蛇缠身则象征着男女之爱 如果女性经常梦见被蛇咬 则说明梦者有担心被异性侵犯的焦虑 其次在生理上 蛇也代表脊柱 脊柱的病变会以受伤的蛇来表示 从阴阳的角度来说 蛇表示阴 再次 蛇还代表邪恶 狡诈 冷血 欺骗 以及诱惑 这与许多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蛇的形象相同 在圣经中 就是蛇诱惑夏娃吃禁果的 蛇往往被看成地狱中的动物或者魔鬼使者 它把人拖向黑暗 堕落和邪恶 而它采用的手段主要是诱惑 民间传说 蛇吃青蛙不是主动捕捉 一旦蛇发现青蛙 就用眼睛盯着它 而这时的青蛙就像被催眠了一样 会一步步自己跳进蛇的嘴里 在人们心目中 蛇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催眠性的诱惑力量 因此当人们发现某个人有诱惑力 且很邪恶 称之为毒蛇 如果这个诱惑者是个女人 那些我们就称之美女蛇 蛇先美人 或者说这女人是毒蛇 因此梦中的蛇也许会是一个邪恶 狡诈 惯于欺骗 有催眠似的诱惑力或魅力的人 在周公解梦中 梦见蛇多数是急躁 但也有个别情况是不好的预示 蛇在梦中往往代表了欲望 内在力量等等 同时蛇在梦中也是胎梦的一种 蛇的种种行径 使得它们往往都是象征着人 阴暗 神秘 冷血的那一面 也往往被用来形容人蠢蠢欲动的欲望 以及内心深处的恐惧 当人在梦中梦到蛇 并且感到害怕时 或许也在映射自己内心真正的恐惧 自己害怕身边的一些事物 害怕正是自己身边的某些东西 所以在梦到蛇 而并感到害怕的时候 往往是意味着自己生活中 要遇到困难或危险了 梦到蛇的寓意有很多 内容也都非常丰富 蛇有时候会象征着性 在女性梦中 蛇常常是象征着男性 女性对蛇的态度 也往往都映射着对于性的态度 已婚女性梦见被蛇缠身 表示近期会与丈夫分开 她会出差一段时间 你对她的感情存有疑惑 对方如果出去 你又对她很不放心 建议你与丈夫沟通好 如果对方去意已绝 那么你应该予以支持 中年人梦见被蛇缠身 表示你在心理上会有纠结 你童年时期的不愉快的行为 给你留下深深的烙印 你在现实中的一些行为 会不自觉地反映到你的脑海中 让你回想起之前的事情 而且近期的压力很大 你之前的回忆会时不时地浮现出来 打扰你的思维 建议你一定要专心致志 不要总是把一些过去的事情 放在心上 老人梦见被蛇缠身 表示近期的身体状况 会严重受损 前几年你的身体 动过比较大的手术 虽然之后你的身体逐渐恢复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复发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你要尽量放下手中的工作 适当休息 不要参加过于剧烈的运动 心情保持舒畅 不可急于求成 有时候会很苦恼 比如小张有个朋友说 他平时的时候有着正常的需求 但是却总是梦到跟别人行淫 为此他就翻阅了相关节梦书籍 没想到竟然遇事的是这个意思 一梦见与他人行淫 是什么含义 梦见行淫 通常只是表示你近期心中渴望一场恋爱 如果是梦到自己在行淫 而且梦里感觉非常愉快 表明你感情丰富 在生活中压抑的环境下 能主动找寻乐趣 梦见自己在行淫 但心里并不快乐 表示你在现实中可能正压抑着某种情感 如果梦见和爱人行淫 欲视你们之间可能会发生误会 造成分歧 因而关系紧张或造成疏远 梦见看见陌生人在行淫 提醒你生活要小心谨慎 明便是非 不要误入歧途 男人梦见和陌生女人行淫 通常表示的是你心中的性幻想 也许在生活里 你正是个很安分守己的人 梦见和美女行淫 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当然你也不犯曾对女性的幻想 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做出这种和美女行淫的梦境 以达到某种目的 梦见和一个并不美的女人行淫 暗示你被她的内在魅力吸引 甚至喜欢上了她 是年轻男人一种比较普遍的梦 梦见与人偷情行淫 此梦是一种常见的性梦 经常发生在订婚后或结婚前 是你大脑在琢磨目前的选择是否正确 它还有另一层含义 即你正在经受感情折磨 比如伴侣是未工作狂 自己有一种被忽视的感觉 梦见和异性亲人 长辈行淫 预示了你需要得到亲人的安慰和理解 梦见与面目不祥的人行淫 预示了你目前的性生活并不完美 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 而梦中的动作或事情才能让自己兴奋起来 梦见和旧情人行淫 预示了你渴望爱情的出现 很想找到理想中的他 梦见和喜欢的人行淫 预示了最近可能会出现与你心灵相通的人 有桃花降临的机会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恋人了 那就预示你的感情方面出现了危机 你有不专一的表现 所以促使你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梦见夫妻行淫 预示着你近期的运势很好 遇到的一切困难 自己都有能力去解决 梦见丈夫行淫 将会生育雀气 近期的运势很好 自己平时的一些行为得到他人的赞赏 不久之后将会名声大震 梦见一群人行淫 预示着最近虽然很忙碌 但大多数都是忙碌别人的业务 有时也会让你想起过往的回忆 梦见找别人行淫 预示着你近期的运势一般 总是在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则是会得到朋友的同情 梦见和恋人行淫 这是身体所需 身体有了明显的反应 导致了对性的要求 同时又是你希望两人生活及情感交流都更密切之意 梦见和女友行淫 当心会有小意外发生 替如像摇着尾巴走来的狗伸出友谊的手 却被摇等等 提醒你平时需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梦见行淫被抓 预示着运势很好 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对于听到的好消息 你要多留个心眼 说不定其中会暗藏伤机 只等着你去挖掘才会出现惊喜 是祥照 二 关于行淫仪式 综上所述 可见偶尔梦见与别人行淫 是代表着正常的身体需要 有时候甚至还会带来好运 但是如果心里一直梦到 就代表了会出现危机 日有所思业有所梦 也就是说如果在生活中 经常有着这样的想法 这就意味着会有着这样的行为 就比如有些人甚至公开说黄色玩笑 发布不良视频到处传播 又或者一些人背着妻子或者丈夫 进行邪淫的行为 面临着众多屡届屡犯的案例 也一直在思考关于性这个问题 其实邪淫就是一种欲望 很多人对于犯邪淫一事 都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生理渴求 但屡屡犯邪淫 恐怕就不只是生理渴求了 事实上 不论犯不犯邪淫的人 在行欲尽兴之后 必然索然无畏 所以我认为 邪淫更深层次 是一种心理渴求 是深层的心理需求 一个人在心理上不需要邪淫 那没预示发生的可能性极低 如果受到外界的刺激 引发了心理渴求 我认为这是性体验 核性经验的心理提醒和造作 又或者说 停时的心理渴求 只是暂时隐蔽或者平衡了 所以当外界刺激 心里面就生起需求 想再度体验并满足这种需求 看来性只是个特例 本质上是人的心理需求中 深层的心理渴求 人追逐功名利路 而不愿意老老实实 做普通人 做正常人 就是因为人有这些心理需求 除了环境的熏陶外 人本身也有很多一般性心理需求 这无疑都指向一个事实 人本身心灵世界的荒芜 人的心灵世界没有自生自创的能力 人甚至用毒药 而不是用羽露来灌溉这片心灵土地 所以他被外界迷惑 所以他依赖外界 他以为外面的世界有他需要的东西 他以为他山之时真的能攻击山之欲 他完全不知道会引狼入室 话转回来 欲望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糖衣炮弹 以光鲜皮囊严果其腐臭本质 他让人片刻间不用直面现实 他让人片刻间忘记许多苦楚 他让人找到一个临时的花余望我之所 他以片刻知了隐藏以上诸多事实 并葬带淫欲苦果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心灵依赖的借口 并同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使人完全无法察觉自己荒芜心田的本质和逃避行为 这片刻的花余如果是一点奶酪 万种报应如果是有害物品 那么事实不是一点有害物品投到了一锅奶酪里 而是一点奶酪投到了一锅有害物品里面 因为前面说的隐蔽性和后面提到的沉迷性 人只想着只看着那一点奶酪 其余的全部注意不到了 我们看待邪淫问题 不能只看这一个问题 现实中有很多和邪淫表面不相关 其实却和邪淫有着莫大联系的相同心理趋向习气 比如喝酒 爱吃肉 爱买新名牌衣服 爱烂花钱 爱物质享受过了 就都属于偏极端 过分的行为 就都是被贪爱欲望主导 自己无法克制 必须发泄行动满足自己欲望一样 这样慢慢就上升到贪欲重的极端心理上了 然后由贪爱深重的心理 就很容易产生现实过分极端行为了 所以现实很多其他看似跟淫欲行为不相关的 只要偏离了本质 而只为追求心理快感就多半与邪挂钩了 因为淫欲的本质是贪 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处不是在贪 纵容贪 因此当你正淫频繁 就是纵欲了 这就属于被欲望所主导了 思想被发泄于渴望心理占据 这时就完全和以前邪淫满足自己欲望的强烈心吻合了 但这里要明确一点就是正淫所传达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传宗接代 就是父母的期望 就是人类的繁荣 就是社会的和谐 而邪淫是违背人伦的 是违反人道入轨道 磨道的行为 是迷失自我心性的行为 是灭人灭重的行为 是快速获得疾病 烦恼不顺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 怎么会得到父母 社会 祖宗的认可呢 正淫与邪淫 这两个其实是有联系的 因为根本都有个淫 说邪必有正 说正必有邪 当然 并不是说不让你正淫 不让你结婚了 毕竟这是人的世间 周围都是人道的思想与期待 但如果在生活中实在无法摆脱 就要学会增强自己的心态 控制自己的欲望 事业上 爱情上才能成功 如果不控制 只会让自己跌入深渊 总而言之 人有着正常的需求以及欲望 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平衡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的事情 并以此作为玩笑 只会消耗自己的身心 让自己沉迷于这短暂的欢愉 最后终生都将为其还债 陷入痛苦的折磨之中